消防处即日起推出网上资讯平台 整理全港自动心脏除战器的位置 方便市民使用 又呼吁更多的公司型机构参与 参加市民对自动心脏除战器的认识勇于救人 本港每年有超过6000宗的心脏就停个案 如果患者三分钟之内 获得使用自动心脏除战器施救 有超过七成的几率可以救得回 但紧急的时候要用自动心脏除战器 又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消防处整合现时各区超过九百部 自动心脏除战器位置和资料 并且设立AED找到网上资讯平台 其实香港很多机构已经一早肩负起社会责任 自行已经安装了很多AED机器 但是这些AED机器有机会 未能够被市民见得到、用得到 去到我们的平台 你可以搜寻一个关键词 或者可能根据地点去看香港不同地方 在网上AED机器的位置 消防处邀请公司型机构加入平台 现时机管局和医疗辅助队已经率先参加 如果机构有需要 处方也会协助选救和安装心脏除战器 处方已经在全港超过100间消防局和救护站 进入当眼地方添置心脏除战器 令市民更熟悉除战器 必要的时候出手救人 现时市民是有犹豫的 用的时候 因为可能我未学过训练 听着调派后知印 昨晚的语音或图像显示 他真的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希望可以出手去救心脏除战器的患者 记住不只是救他一个人 可以救他一家 消防处又说 明白市民用这些心脏除战器的时候 会担心法律风险 但只要以真心诚意去拯救人 并且跟从指示 相信要承担法律风险的机会不大 无线电视记者陈罗谦报导